接下来考考大家 最近网络上流传这么一张很有创意的茶饮价目标 这饮料名称包括像是 无心茶柳柳橙汁 初强红杏仁奶茶 还有我会被圆州绿茶 如此有趣的名称 让网友不禁开始思考 到底是哪一家饮料业者这么有创意 但我们的记者实际去调查才发现 原来这是一本国中国文课外补充教学的考题 要考学生谐音技巧 网络上最近流传了这一张价目标 上头的名称都好有趣 不过这家店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们实际来找找看 我要一杯无心茶柳柳橙汁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卖这个 你们有无心茶柳柳橙汁吗 没有 这种饮料应该很少人听到吧 又贡沽了 无心茶柳柳橙汁 东西橡皮苹果汁 我都找不到饮料店都很吃了 锅鱼布丁奶茶 剪刀石头布丁奶 价目标原来是这里啦 答案揭晓了原来这个好笑的价目标 根本不是哪一家店的 而是国中国文的课外补充教材里头的考题 仔细来看一下这个题目你会吗 第一题下列饮料名称的命名 何者与谐音技巧无关 A 看啥小玉西瓜汁 B 玉琼千里木瓜汁 C 我会被圆周绿茶 D 醋醋连芳草红茶 答案是A 第二题老板说 只要谁讲得出空格里成语的意思 就可以免费喝饮料 请问以下的抢答何者正确呢 答案是C 最后一题广告达人说 这张创意大杯大个性饮料很有效果也很实情 请你找出下列哪一组诠释取材于古典诗词 答案是A 这些题目对一个国中生来讲 真的好难你答对了几题呢 中天室的林郑永远方高雄报道